如果悟空要毁灭地球 还有谁能阻止他呢 去死吧 无范 冬青王神激动的趴在水晶前 老江王神也没突紧锁 要撑住啊无范 纵空居高灵下 寻找着悟范的踪迹 感觉不到他的气的 你在找我吗 无范加入在悟空身后 他并没有着急补刀 很奇怪嘛 我只是在爆炸的瞬间躲过去了 刚才的叫声是故意发出来的 悟空咬紧牙关 他们全身都在颤抖 刚才那一拳力道真重啊 没想到在我沉睡的时候 出现了拥有像你这样力量的人 悟空重新站起 嘴角露出邪笑 我刚刚只是在玩而已 这场战斗 炎的人只会是我 这话让无范不由地冒起一层虚汗 从刚刚他就感觉到 悟空的能量变低了 难道他是在刻意压制能量吗 悟空继续开口说道 在我看来 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不相上下 但我也不必为死担心 因为最后我们之间 会有一个人投降 那个人会是你 悟空终于松了口气 其法悟空并不是 如他所想那般隐从的力量 不要有那么多自信 我们两个人力量都剩下不多了 再这样下去的话 这场战斗谁都不会赢的 你怎么想的跟我没关系 反正你都要死了 好好享受最后吧 还有什么想说的话赶紧说吧 悟空准备对悟空使出归拜其功 悟空暗死心惊 这个家伙 他要在这个位置发射龟派气功吗 悟空看到悟犯脸上的惊慌 叫得更加得意了 另一边 贝吉他与孙悟天 也正追随着悟空的气 返回地球 贝吉他爬上长堤 破屋吉他说道 悟天快要到了吗 孙悟天转身回应 很快了 但是贝吉他叔叔 你变成超四 是想打败爸爸吗 贝吉他咬牙切齿说道 闭嘴悟天 悟天却依旧说个不停 贝吉他叔叔没有尾巴 虽然在修行的星球 变成了超三 但是还不能很好地 控制那个力量 贝吉他突然暴怒 冲他吼叫 闭嘴懂吗 宋天完全没有 被他的架势吓倒 贝吉他操过头 他有点失去方寸了 想到还要依靠那个机器 他十分不甘心 宋天看到座下 一副专注的模样 悟天忍不住好奇起来 你这是在干什么 没什么 打个电话 电话 这是能打电话的吗 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呢 贝吉他不想跟他废话 我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怎么这样 巴雷斯加不会忘了我吧 宋天树的垂下头 一连通 贝吉他立刻说道 布玛能听到吗 一道女声从扩音器里传出 听见了 你在哪儿呢贝吉他 我在回地球的路上了 那个你们在地球上 看到过卡卡罗特吗 布玛一呼道 你在说什么呢 悟空不是跟着神龙离开了吗 不过现在物犯好像在跟谁战斗 贝吉他已然明白了一切 他让布玛立即把布鲁斯光线 生成装置给物犯送去 他自己马上就到 布玛听到宾塔这急迫的声音 也料到出了大事 他立马答应下来 一旁 塔兰克斯还在好奇 是父亲的电话吗 他是要回来了吗 得知了原委之后 塔兰克斯主动请应 小方 你留在这里等待布鲁斯光线装置 我去帮助物犯哥 小方欲言又止 他也想去帮忙呢 只是他的实力太弱了 他只能默默点头 塔兰克斯准备出发 布玛担忧地让他小心 塔兰克斯帅气地回头 放心吧 归仙屋内 归仙人和克林正在看电视新闻 主持人刚刚介绍 东部发生了奇怪的爆炸 又是一场人间惨剧 画面切转到现场记者那边 记者拿着麦克风介绍现场 话还没说完 周围的群众就惊呼道 快看那是什么 孙悟空的身影出现在摄像机的画面中 他站在高台之上 双手张开 好似在匹尼众生 镜头直接怼到孙悟空脸上 拍下了那张狂妄自大的面孔 但下一秒 摄像机就被悟空的气息震醉 克林以归仙人正在家中悠闲地喝着下午茶 但纤维里一闪而过的画面 让克林瞪大了眼睛 那个是悟空吗 归仙人眉头紧皱 再给我一点时间思考就好了 诶什么 克林没有听明白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过多关注 武太友老师留下的预言 现在想来一切都不是巧合 还断了断面色严肃起来 不过因为刚才的事情 我终于明白了 现在跟乌范战斗的人就是悟空 等等 武天老师 我们都能感知到那是一股邪恶的气息 那不是悟空的气息啊 灰仙人叹了口气 没错 但是现在的悟空和以前不一样了 克林一脸茫然 您在说什么呀 我都听不懂了 听好了 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久远的话题 我是从武太友大人那里听说的 灰仙人双手背在身后回忆到 几个世纪以前 有几个闲者找到了操控器的方法 他们拥有着预言未来的力量 那些闲者对后世有很多展望 他们写了几首语言的诗 时间的终止 天空的恐怖之王降临了 将会挑选新的人 新的力量和新的身体 太阳之都消失了 最后一条龙消失的时候 他违背道德的统治开始了 前所未有的叹息 死亡破坏恐怖 与这战斗的唯有信念 龟仙人眉头抓得更紧了 我之前都没想到 这些话说的是悟空的事情 克林这回可算听明白了 你是说他们预言的是现在的事吗 说不定只是个脚痕啊 龟仙人抬头望向天空叹了口气 仅仅是偶然的话是说不通的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没有怀疑的余地 这次敌人和以前都没法比 我们只能等待救世主了 回到悟空这边 他手里的龟派气功已然蓄势待发 等一下 住手 在那个位置发射会破坏地球的 你竟然知道这个招数的破坏力 不过这个星球的安危 我可不担心 我可以瞬间移动到别的星球 但是你貌似没有这样的技能吧 悟空急得汗水直流 不快点做些什么的话 地球会被破坏的 突然他脑海中灵光一现 喂我在这里呢 你在描着哪呢 悟空的目光跟着悟空的身体移动 然而下一秒 悟空的太阳拳让悟空的眼睛剧透无比 手上聚集的气也消散 悟空落地后 一脚叫悟空抓飞 悟空和废墟中走出来 很好 游戏到此为止吧 顿时 悟空笑得更加嚣张了 悟空听得糊里糊涂的 他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 悟空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悟空不慌不忙地从腰间取出一对仙斗 悟空此时目瞪口呆 那是仙斗 怎么可能 特朗克斯还在赶在路上 他感觉到敌人的气息上升了 而悟空的气息却很弱 很好 力量全部恢复了 悟空咬牙切齿 原来如此 这就是这家伙的自信吗 看到悟空脸上慌张的神情 悟空心情大喊 再问一遍 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没有遗言 那我就要动手杀你了 悟空立声问道 胆小的家伙 仙斗是从哪里偷来的 他灵毯的仙斗明明已经没有了 悟空也被悟空的话搞糊涂了 你在说什么呢 除了我来的地方 宇宙里其他地方应该没有仙斗了吧 马不停蹄地奔波 特朗克斯总算赶到的战场 他俯视山下的二人 这是怎么回事 血外的气竟然是从悟空叔叔那里发出来的 虽然还没看到人 但是悟空已经感觉到了特朗克斯的气 还疑惑 特朗克斯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悟空也感知到特朗克斯的气息 又来了一个人吗 但是太弱了 没有战斗的必要呢 特朗克斯跳落在悟空身后 交集地学问悟空身上的气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 悟饭紧帮的身体一刻不敢松懈 特朗克斯 有人夺走了父亲的身体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我知道 他正在利用父亲的身体恢复力量 我们必须阻止他 特朗克斯让悟饭不用担心 贝吉他马上就回来了 而且小芳也会马上带着布鲁斯光线装置赶到 什么 小芳也要来 孙悟饭回头打断他的话 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 特朗克斯不明 所以 是的 他会来的 孙悟饭摄回视线 防备着悟空的突袭 便警告特朗克斯 你赶紧离开这里 也不要让小芳过来 这家伙太危险了 特朗克斯立即出声反驳 悟饭哥哥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 悟饭直接打断他 特朗克斯 现在的情况比你想象的糟糕多了 而且 如今有人死掉的话 这不能复活了 也许你还没注意到 丹迪已经死了 纳米克星也已经被毁灭了 特朗克斯整个人都呆住了 怎么会 丹迪和纳米克星都没了 那么龙珠也 只是此时的悟空可没工夫听他们闲聊 闲聊结束了 现在开始 杀戮时间到了 看着导入碎石中的悟饭 悟空露出满意的邪笑 特朗克斯紧张的说道 乌饭 可恶 特朗克斯变身超赛 想阻止悟空继续攻击乌饭 悟空却忍不住嘲笑特朗克斯 喂喂 别逗我笑了 你是想用这么滑稽的力量和我战斗吗 悟空只是用气 就把特朗克斯打回原形 好了 你们陪我玩得很开心 也快到我回王位的时候了 为了表扬你们 我会亲手毁掉你们这颗星球 他双手环抱在胸前 自言自语道 和这些家伙的战斗也不是没有意义 至少让我了解了自己的实力 随即 他的身躯慢慢飘起 如果没有从俘虏哥那里抢来的仙斗 只怕我会输掉 只是 为什么这家伙会制造仙斗呢 孙悟饭神色痛苦 颤颤我为了从碎石之中站起 悟空在空中双手插腰 腐蚀着悟饭 还有力量站起来吗 表现得不错吗 只是你不可能再跟我进行一场精彩的对战了 我会把你和这个星球一起毁灭 悟饭再支撑不住 为了保护地球我不能放弃 即便还是父亲 只是我该怎么做呢 飞塞的能量在悟空掌中汇聚 看吧 多么漂亮的能量啊 那么 你们准备好了吗 这次却是悟空要毁灭地球 这次还有人能保护地球吗 关注壮壮 我们下期再见